哈喽大家欢迎来到秘密实验室 今天我们测评一块 你们经常推荐给我的 也就是写不完的笔 永恒笔 哇这包装的跟小礼盒似的 然后还准备了两张纸 经常看到一些粉丝给我推荐那种写不完的笔 说实话我听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就去网上说了 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是灰不冷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写不完的笔 然后我在网上能收到的就是这款 从某种意义上的写不完的笔 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写不完 它这个只是比较耐用 而且这种不需要墨水 价格有点贵 80万块钱 我们打开来 好贵一只 一只红的 还有一包干燥剂 这个是说明书吗 这后面各种各样的小物件 打火机钥匙扣上了 包装还是挺包大上的 就这么一只笔啊 号称永人笔写不完的笔 这个是金属的 感觉这个头笔头像是那个铅笔头 我们在上面写一下 这写不完吗 写出来字好淡 不知道看了清楚没 还没有铅笔写得清楚 但感觉这个特别像铅笔 没有橡笔擦 要有橡笔擦 我擦可能擦得干净 然这是笔上面就比较粗 下面比较细啊 感觉像一只筷子 我看了一下这个是由这个 阳极氧化铝 加上这个特殊的合金钢 这材质 真的特别像那个铅笔里面的铅啊 但这个写起来的顺滑程度 没有铅笔啊 圆珠笔啊那么顺畅 感觉有一点储疑感 但感觉这个铅头确实比较耐写 我滑了好多 把这个铅头只消耗了一点点 然后比较亮的地方就是刚才这个画的地方 这写出来的字啊 颜色特别像铅笔啊 这可以扭开了 这个笔头是合金的 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合金 是一种非常坚硬的材料 它这个是通过金属头啊 合金头在这个纸上摩擦 然后将这个合金金属分子分解留在这个纸张上面 然后形成这个字迹 但是我在想这个写出来了怎么擦掉呢 不知道这个橡皮能不能擦掉 但感觉这个合金头写字肯定是能写好久啊 就写起来的手感没有那么滑 没有那么顺畅 而且这个字体颜色比较淡一点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的笔啊 写不完的笔 其实写不完的也是写得完 只是写的时间比较长比较滥用一点 而且这个也不担心什么掉墨啊什么的 好了今天这个永恒的笔就测评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这种提杀 如果大家想看测评上 会有什么有趣的时间可以在下面评论 好了拜拜